财端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经费来源 目前主要是由原民会来编列预算来补助 依照财端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的规范 原文会的经费除了有原民会编列预算之外 还有国内外公私立机构、团体、法人或是个人捐赠 提供服务或从事原住民族文化传播事业活动的收入等等 就有立委认为应该要将经费补助改为捐赠的方式 来稳定原文会每年的预算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表示要尊重原民会的处理模式 这个原民会将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不要用补助的方式 用监证的方式给原民台 那这个部分我们主委你有什么看法 用监证的就像文化部对于公事这样的一个补助方式 这边涉及着原文会的监督方式 这边我还是尊重现在林主委的处理模式 另外由于新闻局在民国101年改制为文化部之后 但立委认为近年来许多平面媒体在报道负面形式或其他案件时 会特意标示原住民的身份 认为NCC应该出面管理 也认为通讯传播基本法中对于通讯传播所包含的讯息传递内容应该修改 这个问题可能跟龙部长讨论比较适合 因为承接新闻局业务的程序机关是文化部 我礼拜一问过他 礼拜一问过他 他说平面媒体不是他管的 所以跟龙部长讨论比较适合 他是承接新闻局业务的机关 那个主委 如果是闽南人他不会特别写闽南人 如果是客家人涉案 他不会写客家人涉案 但是如果他是原住民的时候 他就会写原住民 有很多的媒体是这样的一个作为 在台湾我发现目前也慢慢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出现 那作为一个主管机关 当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类似像报道的时候 过去的做法发现是经由了这个内容监理的单位 然后经过民众的检局 然后送到委员会来做一个审查 但是我会认为NCC可以在做一个比较稽奇的角色 所以就是发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跟这个新闻媒体要进行积极的沟通 记者丹林武大陆立法院采访报导